現在這場戰爭大家都知道了 隨著哈里米亞大橋被炸了 現在它可能收復了 之後俄羅斯都對烏克蘭進行了更加多的攻擊 甚至是其他幾十個城市 最新的信息其實烏克蘭也在攻擊頓利茨克的 例如一些油斧 陰陽互相在炸緊 看到普京有一句說話就是 他不會再對烏克蘭發起一些大規模的攻擊 理由是什麼?說因為要打的 其實我已經打過了 打中了 其實這個信息是否顯示了普京要收手? 不到他不收手 因為現在烏克蘭的情況的話 自從炸哈里米亞大橋之後 普京一口氣 在烏克蘭各大城市 主要大城市 都被一個導彈轟炸 但是導彈轟炸 第一 普京的所謂核鵝炸 嚇不到西方 因為西方 普京發出核鵝炸的挑釁的時候 西方就給更多武器烏克 給更多 美國 連法國都給 德國也給 普京想講和的 就跟德國佬 碎德國佬 北極要我們駁回 供應天然氣給你 今天冬天不會太冷啊 德國佬 舒伊茨就斷言拒絕 不要 不要 No 直接拒絕 不用了 客氣 我寧願捱冷 都不要你的天然氣 就是 表示你很難回頭的 好了 最主要是昨天他在哈薩拉首都 阿斯塔勒 阿斯塔勒 去說 證如Lucy 所說 我們要做的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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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不會再對哈蘭 進行大規模進攻的了 還有呢 就說這個 在國內徵兵你 未來一個禮拜會取消的 我們怎樣解讀 正確解讀英國是怎樣呢 我們不會再打哈蘭 因為沒有能力打 前線的士兵 就是剛剛稱叫任務士兵 一如我所預料 去到前線就脫了一條白底褲出來搖旗 扯白旗 投降 立即移民 走路 不會跟你普京做炮灰 這些事一定會由前線傳回到克里姆林鋪 普京看到就知道你再是這樣徵兵 一百萬兵你扔去前線 都是沒用 只會投降 如果這樣搞下去 久而久之 國內兵變 一定有很大的壓力給普京 因為已經傳出來 有軍人不妥 幾乎發生政變啦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一定會有時你這樣再搞下去 好了 那普京唯有就 核鵝詐這群混蛋又不怕的 唯有講和啦 有兩個信號 這個信號講出來啦 不徵兵啦 烏克蘭國不會再發動大規模攻勢啦 接著又說 下個月 在印尼的G7會議可以安排普京跟拜登見面啦 大家聊聊天啦 喝杯茶吃個包 但是給拜登這個老頭的 你說他傻了 他又真是傻了 我跟普京不是很傻 沒什麼好談 因為今時今日你打到這樣 你那個底牌已經被人看穿了 是啊 你有兩隻煙在面上 但是那個耳朵底來的嘛 人家整條銅花筍啊 人家整條銅花筍不疑你呀 現在是 就是談就沒得談的啦 基本上現在美國 歐美已經不想見普京 在這個時候能夠講和的 離不開 兩個人 一個是中國 另一個是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份量不夠 現在普京呢 就在等中國出手 我相信二十大之後 中國作為一個國際的大國 它會抽水的 會跳出來 我覺得中國會出來 一人少舉啦 烏克蘭 我們之前呢 其實沒有幫俄羅斯呀 那我上地區和平呀 誰知道你 你大家坐下來說我可以不可以呀 就看烏克蘭 和美國 歐美之間 歐盟集團之間 的關係 我相信烏克蘭會傾向於歐美 不會傾向於中國 因為現在 烏克蘭是上風 因為其實烏克蘭現在呢 不用急於去 去反攻的 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 你不用反攻 你的戰線守著在那裡 那些炮堆在那裡 他有投降的 就接收 不要急於去打 這個冬天熬不到呀 明顯看到普京熬不到這個冬天 所以他急於求和 既然是這樣 你急於求和 我就不要那麼急於去光復 越急於光復的話 就反而會中了他的圈徒 你越想急於求和嗎 我越不給你和 我越拖回你這場戰爭 拖去 一拖去就死了了 因為現在看到普京的底盤沒有了 沒有了 那到時 你要什麼又什麼 還有普京這次 你就算求和 他現在開出條件還說 你要承認那四個 公投國家的 歸入俄羅斯的地位 這樣就理你也傻了 我說扎尼斯基不騷擾你了 求和最起碼的條件 就是2014之前那個邊界 你麻煩你全部推出去 極其量去讓什麼呢 讓頓列遲克和勞金斯克 兩個州的某個小地方 俄羅斯人聚區的 我告訴你沒問題 但是克里米亞 扎尼斯基看法要拿回 因為克里米亞不是扎尼斯基要拿的 整個北約 歐美都要拿 就是你捏了克里米亞 為什麼呢 整場俄羅斯戰爭這兩百天裡面 普京犯了兩件事 捉路了歐美的 第一件事是所有的鵝炸 第二件事是所有的糧食 糧食烤炸 糧食烤炸就經過北海 這條黑海和克里米亞這條主要的航線 你只要拿回克里米亞的話 全部糧食完全安全 世界糧食我正在說 完整安全 所以說 我看不到 看不到 在這個時候 普京是可以 不用放棄去咬出去咬到的肉 而是得到一個和平 你說 到了這一刻的話 老實說 是不可能再用核彈的了 不可能的了 大家不要再怕 普京會扔核彈 怎麼會 不會的 老實說 就算打到俄斯福 普京都不敢用核彈 因為他也一清二楚知道用核彈的後果 就是第一 是不是只有這麼多軍事仗應同意用核彈呢 你普京傻 你普京瘋而已 但是軍事仗應知道用核彈的後果嘛 整個俄羅斯解體 是佔過地帶來 整個俄羅斯民族佔過地帶來 你起碼兩百年來沒辦法俄羅斯民族復興 兩百年來 不是說笑真的 你想想過去那三百年俄羅斯 比周遭的民族 多大的災難 說你一批啊 其他連車臣啊 連現在很忠心於你的車臣啊 格魯吉啊 整隻人出來搏傻瓜 有冤報冤 有仇報仇啦 是不是啊 就是他們知道的 一清二楚的 你做過什麼事 過去這三年 由沙皇年代一路 就是那種恨不是那麼容易消解的 就是他們 俄羅斯裡面也都有人名字 看得到這個樣子 大佬 好了 適可而止 烏克蘭這塊肥豬肉既然咬不到 你就要咬就要咬 獲利必須要回套的 不可能什麼都是你拿盡的 我們和談呢 那四個州 公投那四個州都是歸我們 在做夢啦 沒可能啦 起碼現在 烏克蘭已經在圍著黑耳蟲啦 黑耳蟲指日可待 光復 他割給你 傻的媽 薩蘭司機怎樣和自己烏克蘭人交代 是不可能的 都刻意從一旦攻陷的下一個 必然是 克里米亞 必然的 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我建議就是 現階段如果懂得打的話 現階段不需要急於進攻 因為俄羅斯差不多下去 看到了 頂不了下去 他扣禍 你看看這兩百天來 最初詹林司機說話 大佬要談話 不要再打結束戰爭 後經你都不來 到現在 當然反過來啦 軍事上面李柱下風 你求和 我採你有眉呀 能戰 幫我求和 你那些軍隊沒辦法作戰 在戰場上面是這樣投降的 幹嘛跟你求和呀 你都不能打 是不是 當然 就算是求和呀 我的軍隊都是這樣 中中 中到你豬頭那樣 你最精弱的 再打到你豬頭那樣 我才會跟他們說 談不談呀 談就慢慢的 慢慢的 你就不用死那麼多人的意思 不是不用吐地出來的 哪有可能的事 還有一件事 追究戰爭殺人 你追究戰爭殺人 那個現在這一刻 普京 我想跟他求的是什麼呢 就說求和 他說說四個地方死後不放 我想那個底線就說 不要開軍事法庭審我 我想這個才是普京的底線 因為他怕死 因為他知道這場仗 如果退回去的話呢 人家一定會要求戰爭賠償和戰爭罪行的追究 他怕 他怕 他 普京一定很怕 所以他唯一就說 喂大哥 我求和 他扔出來 這四個州都是屬於俄羅斯的 這個 籌碼的條件 這個上限 其實他的底線就說 不要開軍事法庭 不要審我 什麼都很驚 要不然我扔核彈 就是這些流氓作風 但是現在被人看穿了你 是不會扔核彈的 還有你國內隨時有徵變 就是搞定你普京嘛 綁了你普京 綁了你 你交到海牙法庭就搞定你了 還想聽你這麼說 但是中共呢 在這個時刻呢 開完二十大 他會介入的 我相信是時候會 就是為這場俄會戰爭 結束俄會戰爭做些事情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一進到這個冬天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呢 俄羅斯和烏克蘭雙方在這個冬天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因為俄羅斯的士氣也都麻麻功到 他現在問題就是 冬天的遇寒衣物和彈藥 到不到位 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他需要利用冬天來整補 但是你人 前線在烏克蘭裡面 你這個冬天就極難過了 極不容易過了 那來不中 你是零星式的 這樣搞一下你 你都非常頭痕 到時候不用用炮彈了 你零下二三十度 跟你扔水彈你就死了 是不是 扔水彈你 你淋濕了身 你跟死沒什麼分別 真是 你在那些冰天雪地 零下二三十度的話呢 你不用用子彈去殺人的 你捉到他俘虜的話呢 你怎樣令到他聽話呢 很簡單的 你知不知道怎樣啊 脫了他的雙鞋 讓他先趁腳大 趁腳板在冰天雪地那裏 他就聽話狗那樣的 不用用子彈 殺了他 在雪地裏面 剝了雙鞋 剝了雙鞋 他已經哭了櫃子 求你不敢這樣做 零下二三十度脫了雙鞋 你一踏到冰天雪地 雪地黏住你的腳的話呢 一天就斬了他的腳 會凍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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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凍傷的 嚇到腳都軟了 真是 所以現在不用用火的 一到冬天你淋熱水就行了 熱水一經過空氣 馬上降溫的話 淋到他的身體又濕了又冷的話呢 受不了的 因為聽說他的遇寒衣物不夠 還有你入侵人 你在別人的地方遇寒衣物不夠 你沒有得補給的話 你口大非常危險的 那你真的可以預見 你剛才沒得打下去 那你怎樣的 所以烏克蘭這邊就是 不斷地走斷 俄羅斯的補給 然後他補給不了 你不用跟他正面衝突 你先打他補給線 好了 我們林彪完碎那一招 圍圈打環 圍著他 打他的環軍 圍圈打環 不斷地補給他 然後拖他 他已經投降了 即是他的精銳部隊現在在烏南 但是這些精銳部隊不熬得多久 因為那個補給線太長了 當奈利密亞大橋斷了之後 你說維修收復 都起碼要一頭半個月才搞到 你沒有那麼快收復 還有你用陸路補給 沒有鐵路補給的話 你太慢了 太慢了 還有你曾經炸斷過的橋 你再在原點裡再炸 是非常脆弱的 即是你沒有原先就是那個 四桶橋 這麼紮實 你有這樣的收補位 就打收補位的話 你是很容易再斷的 不樂觀啦 所有俄羅斯不樂觀 所以普京就是求和 但是當個個看到你求和的話 就是個個看到你的弱點 露露出來 那為什麼還會就你 即是 即是這麼難得 整個歐洲怕了你幾十年 從蘇聯時期怕到你現在 七十幾年怕了你 哇 被人揭到那個底牌 原來是耳朵底的東西是生鏽的 那些戰機是這樣的 那些武器 用二戰那些武器 古董武器 國務管局拿出來的 在這個時候 不就你 難道等你羽毛再豐富 變成大北極熊的時候 健健康康的時候 才和你一隻抽 當然不是啦 趁你現在這個北極熊 變成病懷紅的話 當然是拿了一支羅牙棒出來 就把你拋濕了 還用和你客氣嗎 真是想都想到 即是一下子 廢了你武功 歐洲起碼 一百年沒有和平 走不掉 是不是 起碼 那為什麼不趁你病 拿你命 這個國際本來就是這樣的 國際社會 你不是趁烏克蘭病 你就拿烏克蘭命 就一樣 是不是 真是 真是可以看到 很過癮 因為我可以看到一個大國的衰亡 也可以看到一個俄羅斯之後 這個大國的穩樂之後 一個新的大國 現代化的 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將會在世界的地球上面揚升 即是我們這一代人都看到 中國是民族復興 將會取代俄羅斯 公然會和歐美叫辦 因為我們國家強大 我們民族偉大 復興 即是我們會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的 那當然了 就 我相信過程裡面有很多笑料 會給大家娛樂的 即是這件事大家就買好花生 買好啤酒去看一下 就是因為他 就是最怕他不敢想 他這樣想就行了 他這樣想就好了 這樣想就 那個 即是本來就拿一把刀 說不是 北極龍倒了 咦? 那條東方龍 隔了個頭出來 那條東方龍會噴火 那條東方龍會噴火 那你是不是起碼 之前準備一件防火衣 不是啦 現在準備一支弓箭 就射下那隻 東方的巨龍 好喔 這個準備一支弓箭 那個準備一支機關槍 這樣也很頭痕的 這樣 不過不怕的 我們東方龍有七十二變 有很多種法相 OK的 我覺得挺好看 就OK了 就看中國式的現代化 又將會怎麼走 就是大家 樂觀點去看世事 所以你講的東西 你給別人希望 不過你剛剛講的 如果烏克蘭的戰爭 跟俄羅斯的戰爭有變化 中共二十大之後 可能就要去抽水 那這個抽水 不知道能不能夠成功呢? 可能整個知道現在 國際上對中國的 特別是拜登政府 對美國 對中國的那個 晶片的制裁 整個可能 可不可以跟我們 騙幾句呢? 另外呢 也都看到現在 現在就傳出烏克蘭的 中共的臉管 就說了 就好像發出一個通知 說烏克蘭的境內安全形勢 是嚴峻的 外交部和中共駐烏克蘭的使館 呼籲 還是烏克蘭的中國公民 目必加強安全防範 和撤離轉移 就是駐烏克蘭的使館 將協助組織 和有需要的人員 撤離烏克蘭 還可以 在烏克蘭的中國人 儘快 儘快與使館 取得聯繫 和登記個人的信息 如果自己離開的 都要和使館 大使館去暴避 其實這個信息 你要怎樣解釋呢? 和我剛剛和你講的 那個美國制裁 中國的晶片 交給石禮哥最後的話題 辛苦你了 石禮哥 烏克蘭的使館 發出這件事 就是這200天的俄烏戰爭 中國的立場的曖昧 我想是透過一個所謂的大翻譯運動 是令到烏克蘭人 都開始了解明白到中國政府 在這場戰爭 俄國侵入烏克蘭戰爭裡面的立場 他們擔心受到報復 他們擔心 他們擔心受到報復 就是你也看到的 眼見自己家園被毀 親人被殺 而你 中國作為一個東方的大國 有沒有負起一個國際的導義責任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一開始 開始 頭過兩三個禮拜的時候 紮林斯基曾經是要求中國 要盡一個大國英人的責任 去勸著俄羅斯 叫他們不要停火 大家記不記得有這件事 但是當時中國是沒有表態 這是俄羅斯的事務 就是希望他們兩個 就是炮火畢挺奉農的時候 都希望他們兩個慢慢談 不要掃豬 但是你當時 剛剛頭過兩三個禮拜 中國的小婚童說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 邵伊古一戰風神 俄羅斯深入敵口 勢如破竹 又說紮林斯基是個小丑 又可以不斷散播消息 說紮林斯基是個貪污犯 怎麼知道密密密 帶烏克蘭去死 這樣去抵抗俄軍的進攻 無疑令烏克蘭的人民送死 不負責任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的小溫紅 紅火火的 說俄羅斯 還有說這場戰爭的原因 就是北約東礦 其實北約一直在裁軍 大家看一次 北約一直在裁軍 北約在這場戰爭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鬆散的組織 基本上已經是兩年前有人探討 是要解散北約的人 沒有意義 因為現在沒有戰爭 但是這場戰爭是令北約團結 和加強了一個兵力 就覺得俄羅斯原來還是一個威脅 蘇聯沒有了 原來俄羅斯還是一個威脅 這場戰爭扭轉了很多世界上 很多東西 很多觀念 中國為什麽發出這件事呢 就相信和這個 中國在這個俄國戰爭的立場 尤其是早期那個立場 即是說得現實一點 在奧克蘭人的角度 我最需要你那時候 你在哪裏 現在我們節節勝利那時候 你就跑來和我祝賀 正所謂渴時一滴如金爐 最後添杯不如無 中國人經常這樣說 我口壞的時候 我求求你幫手 幫我口壞 拿著你大哥 叫你大哥不要扔我 我頂不住 那時候你不知可否 不抽不睬 好了到現在 俄羅斯被人撞到一頭包 周身傷油 前線死了幾個上將 知道勢息不對 還被烏克蘭這樣 一個星期大反攻 閃電戰大反攻 嘩 越打越順手 現在烏克蘭 在外國的武器軍火支援之下 越打越順手 俄羅斯敗仗以懲 到現在 什麽你想出來抽水 現在喝到 呸呸呸呸呸 喝到又咬又捧一杯 然後你再給他 喂 還有一杯露逆十三 我開過去喝 沒有意思的 我很口渴的時候 我去到沙漠 走了兩天 兩天沒有喝水 你給我一點點尿 我都感恩再得 但是可以 你到現在 全世界人都看到 贏到開行 就是時間的問題 俄羅斯必敗 你現在你才出來 所謂幫開口 哪有這麽便宜的事 這個世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制裁 正如我剛才已經略略大了 習主席現在就說 在今天的報告已經說了 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科技 走自己的路 這些在外國受訓 在美國 先進文明國家裏面 你學的東西也好 你偷到的東西也好 你是不是應該留在中國發展呢 幫中國生產自己的光刻機呢 生產自己的晶片呢 但是這些人聽說 這些什麽人啊 就是受美國這個制裁令 很狠的制裁令那個影響呢 都聽說了九成的海龜牌 因為很多人都在外國讀書 美國啊 歐美那裏讀書 尤其是美國啊 那些人馬上辭了 那份什麼 背導體有關的工廠的工 留回美國國籍 跟著飛回美國 我真的大佬 你這代中國人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我覺得 真是不應該 大家我覺得應該告訴小粉紅聽 勸小粉紅 叫他們不可以 就是之前幾年不是說 別讓李嘉誠跑了 別讓這些專家跑了 大佬 這些專家一跑我們中國 那個中國的長城排光刻機 蜻蜓排晶片 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 有段時間搞不了啊 是不是 現在國家真是很需要很需要你們 就是不要走 就是那些人呢 就是辭了工那些 直接不要讓他們離敬 就是那些人是中國的人才來 晶片人才 不可以讓他們走 真的不可以讓他們走 我會覺得 你一走就說大佬 就算我們利用那個絕招 偷鴉拐騙 都要一段時間才搞到 現在美國現在加強了 安全 沒有那麼容易撞到東西的了 沒有以前那麼方便的了 現在麻省理工大學呢 MIT啊 這個 UCLA啊 Princeton這些 全部不讓你中國人 獨卷物理科系那些東西 就是 沒有那麼方便的 現在都很厲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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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